好继续咱们的课程 那根据我们的框架来说呢 应该向邻居发送本路由器 BGP转发表中最优的路由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那怎么才能有路由啊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BGP是怎么产生路由的 我们了解一下 好那BGP产生路由的方法呢 有这么几种 有这么四种对吧 有什么network 重分部 聚合和注入 注入的这个方法呢 按照思科文档来说 它不算自己产生了 这个不算自己产生了 但是呢 确实在命令或者是 这个现象上面 我们可能看到多出来一条路由 但确实这条路由呢 不算自己产生 不算自己产生 但是呢 是我通过命令让它出现的 回头呢 我们会讲 一般常用的话呢 会讲这么三种 一般常用的话会讲这么三种 network 重分部和聚合 那其中呢聚合 我们到后面再讲 先讲这个 network和重分部 聚合呢 是专门一个课题 我们到 fisher的时候呢 汇总过滤摸入路由是最基本的 对吧 好 这跑哪儿去了 产生路由又回去了 好 我们看看产生路由 产生路由的话呢 123三台设备 对吧 那我们这时候命令 看一下 呃 network的命令呢 就是你路由表中间有哪条路由 就可以network哪条路由 对吧 network命令就是network 你的网络号 加上你的眼码 一定要加mask 24为这个眼码 对不对 那刚才呢 因为我在这个 阿姨上面 有没有起啊 阿姨上面起一个11点11点11点1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路由表中间 是不是有个11的路由啊 对不对 其中呢 嗯 C和L这个路由 C是代表什么 你的直连路由 对不对 L这个路由代表什么 就是你本地直连接口的IP 对不对 这个呢 是不能出现在你的路由表 就是出现在你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你network network这条肯定是network 不会进去的 对吧 你network的话呢 只能network这个 直连的这个路由 这个本地呢 就让你自己看 自己接口IP是什么 对吧 好 下面继续啊 下面继续 那我们network的时候 现在有11点11点11点0 我们network 11点11点11点0 说让sectionRB 看一下 命令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命令就是这样的 好 network完了以后 show bgp ipv s unicast 看一下 路由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一条命令就是用于受我们的那个叫做bgp转发表 记一下 啊 叫做bgp转发表 啊 叫bgp转发表 在司科里面叫这个叫法 啊 司科里面叫这个叫法 或者叫bgp路由表 好 这样的话 产生路由 那这个表怎么看呢 首先第一行有个version号 这个version号呢 回头我会跟你讲 啊 这个可以帮助你排错用 好 下面一个呢 就是local rota d这个没什么好讲对吧 status code 状态code 这些代码全部会出现在哪里 全部会出现在前面 也就是说 你看到前面这些字母 你不认识的话 就到上面去找去 啊 就到状态code里面去找 新号代表的是可用的 大于号代表的是最优的 对吧 那一条路由 想要发送给别的邻居的话 必须要有大于号 对不对 必须要有大于号 ok 然后的话呢 orange code这块 orange code这块呢 呃 显示在最后 显示最后 如果是最后的这个 你到orange code这边去看 好 然后呢 就是r pkr 这个东西呢 这是新feature里面找的 啊 那bgp加一个root server 那这个到新的feature里面才有 啊 或者再说 啊 那最基本的就这样看 那然后呢 那下面就是路由了 对吧 路由 啊 前面是状态代码 前面状态代码 你的网络号 你的资网研码 下一条属性 med属性 local programs属性 wide属性 aspath属性 以及orange code属性 等等等等属性都在这里 另外呢 我们这个bgp转合表 这怎么看呢 售bgpipv4unicast 然后呢 去售明细 就跟我们osfdb数据库一样 那我们在售数据库出来了以后 还可以售明细了 对吧 好 11点11点11点0 你把这个路由给加上 回车 这样的话呢 就看到里面的明细了 明细的话呢 它会给你解释 这边有很多属性 有很多属性 就给你解释 对吧 有很多属性给你解释 另外呢 以前那些ros 以前有的ros 它这边 这块还能选 还能显示出来 一些选路策略的变化 选路策略 比如说什么Compare Rot ID 什么AS Pass Ignore 你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但是现在新的ros呢 不一定 回头呢 我们再做 讲这个bgp选路的时候再讲 bgp选路的时候再讲 OK 行 那最基本的 就这些信息 但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什么呢 通过叫做 Network的命令 可以把路由给引入进去 这没问题的 好 第二个叫做重分部 重分部命令 直接 重分部就OK了 重分部Rip 现在我们RGP是Rip 对吧 重分部完了以后 往里后是这样的 对吧 那很多的Rip路由 那现在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R1这边Rip的路由有哪些 我们宣告了R1的还尾口零 有R1的出连接口 另外R那边还有个还尾口零吧 对不对 R1的还尾口零 R2的还尾口零 另外宣告了一个直连接口 对不对 那所以说属于Rip的路由 是不是就这三个 那你这时候 Network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三个都加进来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重分部的话呢 会把属于Rip的路由 全部导进来 全部导进来 这个没什么问题 OK 行 那下面再继续 下面再继续 最基本的这个 重分部和Network都OK了 对吧 好 在前面呢 我这下面这张幻灯片上面说了 我说Network和重分部啊 跟自动汇总呢 实际上是有关系 但是呢 现在线网中间 所有的设备 都是什么 no auto summary 对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干什么 我们是学习 学习的话呢 就应该把这些机器呢 都搞明白 那如果说呢 你工作 那就不需要管它 那听懂的意思吧 学习 工作和考试 我们要分开来看 这三个状态 分别学习 不同的知识 它的 知识点 侧重点不一样 对吧 但是学习的话 我们要演 要研究一下 auto summary的情况下呢 Network不仅可以将 明细路由引入BGP 还可以将什么 明细路由的主类路由 引入BGP 好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在我们的路由表中间 那对于11这条路由来说 它是24位的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有个主类路由 因为11是A类B类C类啊 是属于A类的地址 对不对 A类的 那A类的话 它应该有个默认的字网研码 是几位 8位 你看这边有个主网 杠8位 那这条路由 这不是路由啊 这就是一个条目索引 条目索引 你在network的时候 11点11点 11点0点0点0 好 请问这时候 network的时候 进去以后 受BGP IPS unicast 能显示出来吗 能显示出来吗 显示不出来的哈 这是根本就显示不出来的 好 但是呢 这边换到面子说了 你在auto summary的情况下 不仅可以将明细 还可以将明细路由的主类路由进去 好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Router BGP 以及 1 auto summary auto summary auto summary 完了以后 你再去看 11的路由 出来没 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 你这个11的路由 原来是24位了 现在给你把它变成 不是变成 不能说变成 应该说 你明细也能network 你的主类路由也能network 应该是这样说 对吧 应该是这样说 OK 这是 auto summary 跟network的作用 好 那跟重分部呢 重分部会将所有重分部进来路由 全部变成主类 全部变成主类 还记得刚才我们的路由吗 刚才我们有三条路由 1.0 1.1.1.0 -R4 2.2.2.0 -R4 10.1.12.0 -R4 这三块都是RIP的路由吧 刚才咱们在这个重分部的时候 这三条路由是不是都进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打了auto summary以后 你看路由变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全部变成主类了呀 对不对 全部变成主类了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块 在我们这块 那实际上呢 重分部会将所有重分部进来路由 全部变成主类路由 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 以前我在讲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 auto summary是什么协议的特性啊 是叫做距离使用协议的特性 什么叫距离使用 就是DV嘛 对吧 距离使用路由协议的特性 它有什么 RIP啊 有吧 DIP有自动汇总吗 有吧 对不对 但是RIP和EIP 他们发生在什么地方 他们发生在 网络边界 它的网络边界含义是什么 发送将要发送出去的路由 与出接口进行比较 比如说我将要发送出去的路由 是10网段的 10.1.1.0-24位 但是呢 我开启了auto summary 我开启了auto summary 好 这时候呢 我的出接口是172网段的 好 当我发送出去的路由 与出接口进行比较 发现呢 不再同意主类网络 那这时候呢 我就会把发送出去的路由 变成什么路由 变成主类路由 然后呢 把这个路由给发送出去 就能听懂意思吧 变成主类 它将要发送出去的路由 与出接口进行比较 这是这么一个边界 能听懂吗 好 那如果说将要发送出去的路由 是172的路由 请问发送出去的是 明系还是汇总 明系 对吧 好 答明系的就错了 答汇总的也错了 为什么 你要看清楚 172是A类还是B类 172是属于什么 B类吧 B类的话呢 那如果说我出接口 172.16 你的这边是172.117 所以说呢 B类应该看两个完整的段 A类看一个段 C类看三个段 这能听懂意思吧 就是说 看的话呢 就是将要发送出去的路由与出接口进行比较 然后呢 不再同意主流网络 就把它变成汇总 这 这就是经常咱们讲的 同类发明系 异类发汇总的意思 对吧 啊 虽然说BGP呢 它也是距离实量协议 我们称高级距离实量协议 或者叫做路径实量协议 对吧 高级距离实量或者路径实量协议 但是呢 它在AutoSummerware的时候 不是发生在这个情况的 它并不是说 啊 我开启了AutoSummerware以后 我Network一条 11.11.11.0-24的路由 我在发给邻居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8 对不起 不是这么回事 它不是在邻居方向 能听懂吗 它呢 AutoSummer也发生在什么地方 它是发生在 从IGP 变到BGP的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 AutoSummerware起作用 RGP 这个RIP和EIP呢 是在这个层面 也就是说 在你的出接口啊 和你的将要发送出去的路由 在这个层面起作用 能听懂我意思吧 BGP呢 是在这个层面起作用 你如果开启AutoSummer以后 你Network的路由 同时可以Network的主类 如果从文部的 直接全部变成主类 就能听懂我意思吧 你看明白这两个图 那你就明白 AutoSummer对于 我们具体实际上协议 它的这个 叫做什么 影响 就是影响 OK 行 嗯 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AutoSummer的 这个命令呢 和Network 它们的关系就搞明白了 当然了 你说 AutoSummer好不好 那很显然是不好的 对吧 然后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阶段 IPv4地址分配非常混乱 地址分配非常混乱 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段 是172的 172.20网段 这个地方有一段172.20网段 这个地方有一段172.20网段 我给你一个C 给你一个C 给你一个C 如果说你开启AutoSummer搞BGP的话 全部会会统能多少 杠16 对不对 那你到这边怎么办 没办法 你到这边 你的核心的这个逻辑器 你发往172.20.1.1 到底是往这发 还是往这发 知道 所以说你只能发明细过来 只能听懂意思吗 那假如说我们地址分配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具有地域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 比方说我们中国是 几个币的地址 那这样的话呢 我完全可以把它汇重成 这个16位 或者是更 更小的 超网路由 发到internet上去 这能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地址分配的实在太混乱 所以说呢 你搞AutoSummer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不对 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 所以说呢 现在全部都是NoAutoSummer NoAutoSummer 地址分配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地址分配问题 好 下面我们再继续 我们看看BGP的Network 和RGP的Network 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实际上呢 不是太重要 但是呢 我们对于学习来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那RGP的Network 实际上跟什么一样 它呢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这个路由器有一个接口 我们要 Network进去 Network进OSBF 那意味着什么 首先 第一个 这个接口 就要激活OSBF 然后呢 要往这个接口 发送OSBF的报文 除了环卫空以外 比如说物理接口的话 是要往这个接口 发送OSBF报文的 能听懂意思吧 激活这个接口 另外呢 这个接口的路由 要放在OSBF里面 进行传递的 对吧 当成我一条链路 在OSBF里面进行传递 EIP也是类似的 它呢 是这个接口 要激活这个协议 并且呢 要往这个接口 发送这个协议的数据包 BGP不一样 BGP你NELOC以后 是不是这个路由 所代表的这个接口 要运行BGP这个协议啊 不是吧 仅仅是把这条路由 放在BGP里面 让它传递 它 哪个接口发送BGP的包 主要看你那个TCP连接 是怎么建的 你从哪边作为员 哪边作为木 从哪个接口出去 就能听懂意思吗 跟你其他network的接口 有一毛钱关系啊 没有一毛钱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通常把 IGP的network 称之为叫做宣告 什么叫宣告 宣告的意思 就是这个接口呢 就 属于这个协议 激活这个协议 可以发送这个协议的数据包 但是呢 BGP的network呢 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 叫做引入 什么叫引入 把它放到BGP里面 让它可以传 就行了 就没有其他功能了 能听懂我意思吧 OK 好 重分布的时候呢 OSPF重分布的时候 是有问题的 OSPF重分布进BGP的时候 是有问题的 那 我现在要不要做一篇给你看呢 要不当作业 当作业回去做吧 这个不是什么大 特别的重点 后面我们还会讲 但是不是特别重点 但是呢 你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把所有实验 所有的这个路由都给设计出来 为什么 因为OSPF路由 有什么路由 有O的 有OA的 有OE的 有ON的 你需要把这些路由 全部设计出来 然后呢 把它 在一台路由下面都有 这一台路由下面 它既有O的路由 又有OA的 又有OE的 又有ON的 然后呢 把它重分布进BGP 然后你去BGP里面去看见 看看哪些路由能进去 看哪些路由能进去 另外一个 将BGP重分布进RGP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BGP路由都能进去啊 如果说你现在做不了 不要紧 我们回头再做 但是呢 如果你呢 可以做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路由都给设计出来 是吗 BGP的路由有哪些 有EBGP的路由 有IBGP的路由 那这些呢 一起把它重分布进RGP的时候 是不是都能重分布进去啊 然后 为什么有些路由重分布不进去 为什么有些路由能重分布进去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好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 这个不是现在的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讲BGP了 对吧 后面再说 它为什么有的路由可以进去 有的路由进不去 它是为了 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实现什么样的特点 是不是为了防环 对不对 是不是为了防环 OK 就这个意思 好 聚合的话呢 我们到后面再讲 最基本的 这个将路由产生的方法 Network重分布 咱们就讲了 这两个讲了 对吧 这个没讲 但是 Network重分布 这两个我留作业了 留作业了 第一个是将BGP重分布进IGP 第二个呢 是将IGP重分布进BGP 这个IGP呢 是OSVF 当然了 你不是OSVF的话 EIP也行 你把D DX 全部设计出来 O 是要把所有路由都设计出来 然后重分布 这能听懂意思吧 这样你才能 得到 就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真实的结果 要不然的话 你重分布 哎 就都进去了 好 最后呢 讲一个东西 最后讲一个东西 这个呢 是 就是思科的一个优化 思科的一个优化 一个叫做什么呢 Pooling Mode 一个叫做Event Driven Event Driven Root Origination 什么意思啊 我看一下啊 BGP呢 有一个扫描时间 BGP有个扫描时间 这个扫描时间 在哪看呢 我们show BGP IPVC Unicast Summary 我们这块 能看到 这个是不是零句表 在零句表 这块有一个 看到吧 一个叫做Scan Interval 60秒 叫扫描时间 这个扫描 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 叫做通用扫描 BGP通用扫描 怎么看呢 通过Debug IPBGP Event来看 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它扫描的时间 我们等一下啊 等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 60秒内 应该它会出现一次 啊60秒内 应该它会出现一次 出来了吗 还没有 到了一分钟吧 还没到哈 不应该啊 好出来了 它说执行BGP的通用扫描 看到吧 执行BGP的通用扫描 OK 那执行BGP 那BGP通用扫描 能干哪些事呢 是吧 这么多 这么多事 首先第一个 它会检测 你的下一跳啊 是否可达 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BGP属性 发生改变以后 它会呢 进行重新的旋路 对吧 然后呢 因为你 Network或者是重分部 以后呢 你的路由 要进入BGP 转发表 那这时候的话呢 诶 扫描过以后 才能把上一次 Network 重分部 完了 路由 导入到你的BGP 好 你有没有做条件路由 有没有做BGP的 Damping 并且 有些路由 需要删除 那这时候 扫描到期以后 我会把那些 需要删除的路由刷 给你删掉 而不放在那串里面 好 这是老大LS 像这种模式 通过Scan 来进行路由属性改变 优选 等等等等方式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Pooling模式 称之为Pooling模式 老大LS就是Pooling模式 看一下 老大LS就属于Pooling模式 好 现在我们就是老大LS 那我们在R2这块 起一个LubyE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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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 然后呢 咱们将这个BGP的路由 nano给进去 好 这条路由能出来吗 有吗 debug IPBGP Event 你看这个路由能出来吗 出来了 出来了 是因为什么要到了 我们再起一个LubyE2口 R3.1.1 在BGP里面 Network R3.1.1.0 好 等吧 现在肯定出不来 我告诉你 R3那条路由肯定出不来 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当初学习的时候非常辛苦 原因就是什么 当时BGP的那个ROS 它的BGP它是什么 它是Pooling模式 Pooling模式呢 你Network或重温部以后 路由能出来吗 它出来了 必须要等什么周期到期 必须要到扫描周期到期 才能出来路由 好 你看扫描周期到期了 它说执行扫描 执行扫描 你看路由就出来了 看我吧 执行扫描路由就出来了 OK 好 像这种模式呢 它有个什么问题 每到60秒钟 它干的事情太多了 你会发现呢 你的那个路由器的那个CPU啊 它是一开始啊 可能不怎么消耗 到了60秒抓一下消耗上去 然后再下来 到60秒抓一下上去 再下来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每过60秒 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那如果说 我能把这些小事情 在平常的时候就把你做掉 比如说你Network了 我现在就让你出来 到底什么东西 就让你出来 到这时候还需不需要 到60秒的时候 把这些事情一起做了呀 都不需要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CPU利用率 给它给平均一下呀 能听懂我意思吧 不需要在每到60秒的时候 让他就是干一起干一些事情 那太忙了 能听懂我意思吧 OK 那所以说呢 我们对ROS呢 进行了改进 当然不是我了 四科 对吧 感谢四科 好 那这时候的话呢 在路由起源 路由起源什么 那说白了 就是Network 存文部 Agreget 聚合那些东西 改成了什么模式 改成了event driven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我们不再是到扫描周期以后再做了 我们是怎么办 只要你Network命令一打上去 直接就出来 只要一存文部就直接出来 他说scanner不再校验 从RB存文部进来路由 对吧 你的这个存文部 Network 它都算一个事件 只要你敲了那条命令 都算一个事件 只要敲了这条命令 他立即就检查 并且实现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CPU 是不是就有了减少了 能听懂我意思吧 好 你看我们现在的ROS 现在ROS Debug IP BGP events 我们等手描周期过了 刚过 太好了 Interface 622 23.1.1.1 我们在BGP里面 做件事R23.1.1.0 好 show IPBGP show IPBGP 出来没 出来了吧 不是Network 23吗 他不是什么出来了吗 那听懂意思吗 你Network 24 Router BGP1 Network 24.1.1.0 好 你show IPBGP R24是不是出来了 没出来 说上sectionRB 看一下 有些说吗 sectionRB 哎 哦 这是老大OS 我应该在新大OS里面做 搞错了 我讲怎么没出来 那我讲气所 show IPGP 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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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脸了 刚才 敲错 敲错流通器来 对吧 敲错流通器 好 我Debug一下 新大OS也是有那个 扫描周期的 对不对 那个扫描周期那个时间怎么改呢 叫做BGP Scan Time 但一般我们都不改了 一般都不改啊 但是你想改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啊 稍等一下 刚才看错了 那是老大OS 老大OS本来那个23我们就Network过了 对不对 本来23就Network过了 所以说那个 扫描周期到了以后 它24才能出来 我们等一下 等这边 后面我们在讲到聚合的时候 我还会给你讲一下 聚合的也有一个超时时间 也有个时间 等会回头跟你讲 好 这执行 通用扫描 现在的话呢 我起一个 现在有没有23 没有吧 Interface Lubbac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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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 咱们起一个 22 这个算是一个事件吧 出来没 22出来了吧 Lubbac2 23.1.1 Router BGP1 23 出来没 出来吧 这是扫描周期到没到 还没到吧 我们受debug debug还是开着呢 你看到吧 debug还开着呢 还没到呢 也就是说 这时候呢 实际上是变成了什么东西 变成了叫做事件驱动 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事件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你CPU平分了 就平均了 对吧 不是到你一个时候 一直忙 这个是 比较有效率的 是比 而且我们做时间也很开心 对不对 做时间也开心 只不过呢 他又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他的不好的地方在哪 你们敲错了 他立即就给你出去了 对不对 敲错了 立即就给你出去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三料又怎么 又怎么 对不对 当然了 他还有其他的东西 来保护你 他发送的时候呢 有间隔的 有间隔时间的 那回头我们再说 那最基本的这个 产生物油 这块听懂没有 产生物油 这块听懂了 铺拟模式和 event driven 路由起源 这个我们讲完了 咱明白了 你要知道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改进 要这个改进 OK 那这个产生路由 这块呢 我们就结束了 产生路由 这块我们就结束了 这块我们就结束了